《环球时报》报道记者马骏、太空和亚轨道空间,成为近年各国日益重视的新领域。 对于运行在这些补给不易,但阳光充沛的空域中的飞行器而言,高性能的太阳能电池必不可少。 中国汉能公司14日透露,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国际空间站上,对汉能旗下美国子公司阿尔塔的深。 画家薄膜太阳能技术展开V71年的测试,以评估其未来是否可用于NASA低轨道飞行任务,包括为立方体卫星提供动力。 NASA科学家表示,在测试期间,太阳能电池将暴露在太空环境中,以测试太空环境对它们的影响。 测试结果对于探索太阳系所需的小型高性能航天器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介绍,汉能阿尔塔提供的深化加电池,是面向未来的薄膜太阳能技术。 在相同面积下,它产生的效能可以达到普通柔性太阳能电池的2比3倍,是目前全球转化力最高的薄膜太阳能技术。 随着我们日益迈向自动化机械时代,能不间断获得补充的能源,变得愈发重要。 汉能阿尔塔公司首席零销官里克卡普斯塔表示,随着自动化机械的趋势日益明显, 人类将越来越需要太阳能电池这样的能量来源,它既可以不间断地产生电力,又几乎不会改变接收电力的物体的形态。 除了太空,这种先进电池技术还被用在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上。 据美国航空周刊报道,波音公司旗下极光飞行科学公司设计了一架驿站243英尺, 约74米的太阳能无人机奥德修斯,它仅靠太阳提供动力, 就能在约3万米的高空中连续飞行长达5年时间。 据称,奥德修斯测试完成后,将在2019年2月下旬运往波多里格开始飞行测试。 极光首席技术官和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副总裁汤姆克兰西介绍说, 奥德修斯能具备如此惊人的续航能力,得益于他采用了汉能阿尔塔研制的柔性深化加薄膜电池, 把太阳能电池集成到飞机的结构中,提供了相对较高的功率重量比。 飞机在机翼上表面、尾翼边缘和垂直尾翼都覆盖了太阳能电池。 汉能阿尔塔提供的深化加柔性电池阵列与复合表面板,进行了整体固化以减轻重量。 提高耐久性,凭借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提供动力, 奥德修斯可以承载比同类其他任何飞机更大的有效载荷。 在对地观测时,它相当于一颗低轨道运行的卫星,但造价要比卫星便宜得多。 此外,它还是气候和天气研究人员的理想选择,可以测量植位与地面河流分布。 据世界三大再生能源研究机构之一的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最新认证, 汉能阿尔塔深化加薄膜单节电池转换效率达到29%,1%。 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此前,单节电池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在2010年就是被汉能阿尔塔突破, 并连续六次被其刷新。 如今,汉能在深化加电池领域,保持双节电池31%, 6%单节电池29%, 1%量产组件25%,1%转换率等多下全球领先水平。 进一步奠定其在高效太阳能薄膜电池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 据介绍,汉能深化加薄膜电池技术具有高转换效率, 使薄膜太阳能芯片能够在不影响设计外观的情况下。 广泛应用于汽车、无人机、无人驾驶系统、卫星、消费类电子产品、传感器、远程探测等各类应用领域。 例如汉能利用深化加薄膜太阳能技术研发的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摆脱了传统电动汽车,对充电桩的依赖, 使汽车中短途不插电污线行驶成为可能。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据俄新社17日报道, 俄国防部当天表示, 俄方将于22日从克拉斯诺达二边疆区克里姆斯克机场向克里尼亚的别利别克军用, 机场调派十多架苏27SM和苏30M2战机。 俄国防部指出,此次部署是为了对克里米亚别利别克空军基地进行全面检修。 俄方战机将永久驻扎在该军事基地。 三周前,俄乌曾在克赤海峡发生冲突, 俄罗斯扣押三艘乌克兰船只, 俄乌关系陷入持续紧张状态。 乌克兰陆军司令部发言人丹尼尔贝佐诺夫日前透露, 乌方也在边境部署了塔克和飞机。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后, 首次举办退役军人就业双选会。 赴田社 今天12月11日,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2018年北京市退役军人就业双选会, 约280家中央施属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 提供进行的就业岗位。 千余名退役士兵到场咨询、应聘, 达成就业意向663人。 今年以来, 北京市专题研究本市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相关工作。 11月16日,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挂牌成立。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发挥好梁家人作用。 该局积极协调部分中央企业、 施属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 参加此次退役军人就业双选会。 各单位拿出高质量岗位, 通过双向选择的形式进行招聘。 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平台, 进一步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工作。 做好自主就业和下岗失业退役士兵, 复原干部就业工作。 推动退役军人多渠道、 多行业、 多岗内就业创业。 据悉, 这是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成立后, 举办的首届退役军人就业双选会。 今年10月27日, 北京还成功举办了2018年, 中央企业面向北京市退役士兵选签会。 109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 被中央企业录用, 提高了退役士兵安置质量和安置满意度。 资料图, 美国空军RC-135侦察机。 环球网军事12月15日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 12月14日报道, 俄罗斯空田军无线电技术部队指挥官安德烈科班, 少将14日接受红星报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直班防空部队2018年发现, 并跟踪外国军机约3000架, 其中1000多架为侦察机。 科班称, 主要是无线电技术部队责任范围的内空中活动, 加强导致战斗直班更为紧张。 2018年, 无线电技术部队直班战斗编队发现, 并跟踪空中目标超过98万个, 约3000个是外国军机, 其中包括1000多架侦察机。 科班指出, 直班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4000多次, 这明显证明了无线电技术部队战斗直班高度紧张。 对此, 我们已经习惯, 并做好了准备。 他还表示, 约20支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战术具有艺术和科学的两重性, 科学性是艺术性的基础, 战术不及于科学, 就不足以成为艺术。 信息化战争时代, 快打慢精致粗, 早已成为至圣普遍共识。 在这样的前提下, 讨论战术艺术的科学基础, 深挖其数理基地, 服务, 指导作战, 显得尤为重要。 战术师数理分析的深度提炼和升华, 战斗现象, 类同于其他社会现象, 具有自身特殊性, 也具有自己的规律, 因果关系, 战术运用获胜, 必是在一定因素和条件作用下, 把握了关键因素, 正确运用作战力量。 按规律推进的结果, 英国传奇英雄T.E.劳伦斯曾描述, 战术的十分之九是确定的, 可以从教科书中学习, 但是另外非理性的十分之一, 宛如翠鸟闪电般的掠过水面, 那是对将军们智慧的考验, 没有之前十分之九的确定。 最后, 十分之一的飞跃便不存在, 战术必定是在严谨数理分析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升华, 例如大尺小这个原始, 朴素的战术概念, 依据的是对作战能力的考量, 多少算大, 往往是需要数理分析的。 在不同条件和情况下, 大的具体表述显然不同, 探究战术的数理机理, 是学习战术的现实要求, 如果战术略过数理推导和演绎过程, 一步踏上艺术高台, 大概率会变成走向个人天赋, 只可一会不可言传的悬而又悬, 战术的艺术性使其更具美学特征, 因此, 也更具品味意运, 更容易引起观摩人员的共鸣, 推崇和仰望, 只是单论其艺术性, 却不易于有序传承, 可复制性在创性大大降低, 因为并不是每个作战指挥员, 都可以止经反复研磨战术艺术, 便能领悟其深意, 知晓其原理, 然后学以致勇, 只有抽象出战术运用的数理机理, 才能使貌似玄学的战术艺术落地, 使之具备更好的传承性, 知之其表, 不安其理, 未能把握战力战术的数理机理, 在实战中往往会升班令头。